欢迎大家回来 那我们今天开始打磨车漆 前面的保险杆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会从副驾驶那边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打磨这一面大致上完成 然后它这些黑色的漆真的很容易掉下来 就是特别是这些缝里面 还有手把这一边 那我们应该是不会拆掉这个手把 所以这些缝里面也要磨 把原本的黑色漆磨掉 不然那个磨进去之后 有可能会把那个漆拉下来 就是那个模具沾不稳 还有这些位置全部都要磨一遍 有靠近玻璃这个塑料条尽量磨靠近一点 还有这里面龙骨 还有这里面龙骨 后面保险干这边 然后这个凹槽 然后这个凹槽 门缝后面 全部抹掉 特别是这个叶子板 它的漆真的 超级糟糕 这边也是 车顶还没有开始 那估计这个车磨好全部的话 要至少要一天以上 那我们为什么要打磨车漆呢 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当你把磨丝下来放上去 有可能位置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磨拉起来 重新调整位置 如果车漆很松动的话 磨可能会把漆一起拉出来 那这张磨就飞掉了 然后如果车身比较干净 比较平滑的话 贴完磨之后 那个效果会好很多 不会有鸡皮疙瘩的情况 然后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起泡 或者脱落 这样比较会长久一些 车磨的寿命 从两年到五年不等 或者更长 就是要看你怎么去保护它 那 就像我这一台 A186 贴了差不多七年了 现在还维持得不错 如果大家想要在家自己尝试一下贴膜 那前面的准备功夫一定做得好 保持车身的干净 一定要清理好缝缝的位置 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 明天开始主价这一面 希望可以快点把它磨好 开始贴膜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